县政府原住民族传统艺术风雨计划历经14次工程招标终于是完成发包 总计1.9亿元工程预计在明年3月份要开工 但是迈入自月份了都还没有动静 马泰安部落今天召开了部落会议 主任热烈讨论期盼可以赶快动工 历经14次工程招标 去年年底终于顺利完成发包的光复箱马泰安部落原住民族传统艺术风雨计划案 县政府也确定将会在4月26号办理动工典礼 马泰安部落下午是召开了部落会议 列入首要讨论的议题 4月26号华联县政府也要跟部落一起来完成这个非常重要的开工的典礼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来听部落大家的声音 部落今天的决定我们都一定会尊重大家的决议跟共识 所以我大概说一下我们这个4月26号在马泰安这边一个小时大概他会进行的方式 究竟要以部落传统记忆还是宗教信仰祈祷祝福 还是宗教信仰的祈祷祝福仪式 亦或者用民间习俗动工祭拜的方式来进行 与会的部落族人各自表述不同的看法与立场 现场热议交流协调 拿到先来才有宗教 还有我们要有创造 你上来爱就拿到韩国 好这是你的意见 这样做了就是我的建议 因为主席讲过了 还有那个县政府的代表 那个时间才一个小时 怎么样把一个小时非常的经典化 就是一个目标 把他按照要有特色 就是结果没有别的 光复山马泰安部落等了十多年 终于来到动工披荐阶段 族人热切期待的同时 对于后续场馆圆区 落成启用后续的相关营运 部落也都高度关注 也在部落会议中提出成立 专责经营管理委员会组织 及早准备就绪 其实动土只是一个开始 那我们目前的话 就是筹组我们的这个小组 部落里面的营运的小组 风雨计划的小组 来进行那个部落内的共识的寻求 以及做我们的培育人才的部分的 这个协助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部落现在最迫切 最要努力的地方 总计1.9亿元工程的 马泰安部落风雨计划案 4月动土开工 若工程顺利也预计赶在2023年完工落成 未来场馆圆区的经营管理 部落人培训练等问题 部落族人也位于筹谋 希望透过部落会议讨论及早准备 届时园区完工落成的同时 部落各项软硬体配件也都能同步到位 记者是预览光复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讯订阅 订阅识 转发电话 屋时活动 员时活动 在前面馆测